如来说此十六观法 但为常莫众生 不甘大笑神也 这句话 华聂劳有解释 意思为佛说观金中的九品往生 只是为了沉溺众生 成人六道轮回的众生 三倍九品是为六道众生讲的 而非专为菩萨与阿罗汉 不是为他们讲的 专门为六道众生讲的 又远 这都是斯帖苏里的话 看词 这词是观无量寿解 里面讲 定善及三倍上下文艺 总是佛去世后 无诛凡夫 但以预云有意 致令九品差别 这个话说的好 三倍九品都是为六道众生 为什么有上上平王身 下下平王身 与缘不同 我们今天遇的缘太殊胜了 我们今天遇到什么缘呢 上上上平王身 你只要照这个去做 各个都是上上平王身 真能到上面 真能 为什么呢 近视烦恼 自然没有了 无明烦恼 也是自然没有了 你只要一心 端念阿弥陀佛 把那种痛得忘了 干干净净净 他自然就没有了 这法子妙极了 跟八万四千法门相比 那就是无比的殊胜 你遇不到这个法门 那真难 你平为向上提升一层的不容易 遇到这个法门太容易了 问题就是 你想不相信 偷个相信你自己 不是相信别人 相信别人错了 相信别人 你的命运受别人支配 受别人影响 相信自己 自己做得了主宰 我自己相信自己 前面讲过 跟阿弥陀佛这一体 自他报尔 这个太重要了 相信佛在观经所讲的 是心是福 是心作福 你能抓住这两条 真的身心不已 你怎么不是上上品 我们也不必去 有这个念头 上上品 上下品 不需要有这个念头 自自然然上上品 有这个念头 就变低了 为什么呢 夹杂忘念在里头 你的功夫就不蠢了 我就是一行专念 架杂一个上品 下品 就把这个 这个这个 砖子破坏掉了 砖就是砖一 决定不能有第二个念头 杂进去 你所有一切妄想杂念 全部没有了 全部都消除 所以见死烦恼 不断 自然断 成沙无名 不断 也自然断 这法子妙绝了 所以这一句话 不得了啊 凡夫 但以欲言 有意 致令九品差别 我们平常讲 没有照这个文讲 我在讲经常说 总是 欲言不同 才有九品差别 意思是一样 谢谢 谢谢大家